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 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如果看到有广告可以的话可以看 谢谢大家 拜拜 今天分享一件事挺有趣的 看完我都觉得有看过的 挺有趣的 移民英国辣包和移居英国分享十样东西 不得不记得买 或者没带来英国你会后悔 有一样东西我真的想不到 可能我不是女性 我真的想不到 但竟然他有写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章挺值得分享的 不太多钟 说了那十样东西是什么 接着再慢慢说 第一样东西就是英镑 废话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废话 你说是不是废话 真是直调 第二样东西是卫生巾 我真的想不到 可能我是男人 我不是女性 我真的没有想过 这东西是必带的 第三样东西是承药 这是真的 因为这里的药都不便宜 说真的 但是又这么说 你用开香港的药 你要买一些过来 我那时候 一会再说 我那时候都买了几千元药 第四 就是真空煲 电饭煲 电饭煲不用说 真空煲都要 因为你煲汤 你不想浪费电费 就用真空煲 所以就要 五药材 说真的 英国卖药材 是比香港贵很多倍的 尤其是 Chris那天 是试过 买一些药材 去那些 在格拉斯 那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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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昂貴的 所以你覺得你在香港用什麼藥材 你要帶來的 你真的要自己買 Chris哥真的要做銀行生意 所以才會有藥材來英國 但如果你正式在英國買 是很昂貴的 英國的中藥材不便宜 個個都會吸血的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我們一起先說 第六樣是Tample紙巾 說真的 很多人都還在用Tample紙巾 我認識一些聽眾 即是現在的朋友 問我有沒有Tample紙巾 他還在用Tample紙巾 我真的覺得這麼厲害 他坐飛機過來也要用Tample紙巾 所以Tample紙巾有多大市場 第七口罩 口罩其實 我覺得 你要帶過來的 如果真的要用口罩就要帶過來 英國賣的口罩 有部分是非洲製造的 我看過 我特意查過買貴的口罩 都是非洲製造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給得起錢 買一些口罩 就不一定是非洲製造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口罩 你買點過來 接著就加個拖鞋 其實這裏Amazon也有賣 你需不需要在這裏買 你不需要 在香港賣過來 我覺得八不是很必須的 第九枕頭床單 是的 因為 香港的床單 你懂得選擇的材料 比較滑 你知道在哪裏找 英國的地方太大了 你要找這些床單 皮 或者滑身的皮單 床鋪 不知道在哪裏找 未必會有 我有點不太懂 我去過一兩家床單 買這些床單 都不是太滑身 不是太涼快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要求的人 買床單 應該在香港買 第十 請二號 也是這樣說 這裏不能買這裏 真的不能買的 你覺得有沒有需要 我自己覺得 喝24味會比他好 但是如果你覺得 喝這些方便 你就買過 因為這裏真的沒有這裏 沒有等力波鐘 講了內文 再慢慢談 講時間 不看的 只是講內文 錢是基本必須品 即使留帶其他物品 都可以作當地 同類型的產品 可以買 坦白說 我覺得你來英國 都要帶 帶起來 三四千英鎊 我想現金 我想你也要帶些現金衛生 衛生巾 衛生巾 其實英國也有得買的 我不明白為何必須要帶 看他講什麼 英國本土出產衛生巾 選擇不多 展裁不適合亞洲人 不適合亞洲人 很多港人表示 用不慣英國售賣衛生巾 甚至覺得不好用 所以不少人選擇 香港帶到來 你要學習一下 如果你要長期用香港衛生巾 你要學習一下 如何訂一些產品 由香港訂過來 然後在英國收穫 真的 說真的 成藥 我以前有個錯覺 覺得香港的藥很棒 我發現了 有一段時間 是經常討厭 然後我在上網看完之後 我一集有拍過 就在英國買藥 我發現了 英國的藥 我吃完之後 馬上止了肚子痛 那些喇叭症無怨 可以收皮 哈哈哈哈 真的 我吃了 整瓶吃完 都還在餓 但我吃了英國的藥 就馬上止餓 又是這樣說 我覺得藥 大家要上網搜集一下資料 我給你的意見 可以自己去配 不是一定要吃 香港藥 如果你有買過來 就好 我當時有一個聽眾 來加拉西哥 我找了他 在香港買了幾千元藥 又是這樣說 買了 現在的藥還放在家裡 哈哈哈哈 還沒用過 還沒用過 那你覺得 有沒有需要買這麼多藥 你自己想想 我真的 只是這樣講講的意見 真正報 對於 吃開中餐長大的港人 即使移民英國再加自行主義的中菜 因此 功能齊全的真空煲電化波 是必須的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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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即是同意 但英國受惑的真空煲電化波 選擇功能較少 同意 而且他真的比較少 所以不少人選擇 由香港到英國 接著 藥材 剛剛說了 這裡 我在香港買藥材 份量 同一隻藥材的名字 都是賣30元而已 我可以在英國用同一份量 同一個藥材 在英國的藥材店 即是 大中醫的內放那些 他竟然開了20磅 還要是 我三隻藥材 他說只有兩隻 因為一隻是超貴的 我一隻藥材是超貴的 比一般藥材貴15倍以上 所以 這裡要分享多一點點 我不知道行家是否這樣 我觀察到好像是這樣 譬如你去看一個 和你看一個中藥 和你內科 講內科 他收你50磅 就是這麼多藥 如果他買一個貴家 比較多的藥材 又貴十幾倍的藥材 又是收你50磅 他會虧本的 所以他不會買貴價藥材 為什麼 我會了解到 因為 Kris哥 買藥材 那一刻有用 我會馬上買 而且 很捨得用在客人身上用藥 譬如我最近 有個客人 自己扭傷 他腳都瘀了 乳黑 你看到 你不要以為是老黎 不是老黎 那是乳 乳是黑點 他自己散不了 然後他走到店舖 看了一次 我就用鐵打袖 替他擦 外用 擦完之後 你會看到 這是還沒擦之前的樣子 擦完之後 黑點不見了 乳都掉了 所以我的鐵打袖 傳中藥 又是這樣說 我從來不會中藥混合西藥 因為是沒有材料的方 沒有材料的中草藥 的藥方 我說得明白 先要混合西藥 因為他那條藥方沒有材料 要用西藥治療 所以是掛藥頭賣的藥 我不怕說得明白 因為他的藥方不行 只是要這樣 Kris哥的藥方 基本上很棒 無論是藥膏 外用藥膏 鐵打袋 藥酒 或者遲些出活來的藥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不需要混合西藥 不怕你 不怕你會發炎 是沒有的 那怕什麼 所以我要分享我自己的生意 所以你看到 這刻我和他擦了四個字 都掉了 這隻腳 還沒擦前 擦了之後 差多遠 你真的以為沒有洗澡 哈哈哈哈 他還問我 你是不是沒有洗澡 我還說不是 乳黑 即是乳店 你開玩笑而已 這些真是黑店 乳青 真的散不了 擦完之後散掉 要慢慢好 因為中藥不是西藥 中藥要慢慢調理 就會好 兩三次 所以英國買中藥是貴的 還有要多說一些話 Chris哥 我真的是雷心喜熱 現在又要幫我自己買 我說真的 我就這樣一幅外用的藥膏 我是有二十多種藥 我好像沒有藥膏的版 我自己的配方 我們配方 是有二十多種藥 我應該有一張照片 對了 我一個鐵打粉的藥膏 有二十多種藥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好像群星會這樣玩 那這些藥 如果你在英國買藥 逐個口味和你計 還要很貴 我上次買 買會藥五千藥 十千年 我醒不醒 很少量 每隻藥膏收我十磅 你沒聽錯 我也沒聽錯 每隻藥膏收我十磅 如果我二十多種藥膏 是說 這幾個 只是二百四十磅 哈哈哈哈 你沒聽錯 你也沒聽錯 所以真的很貴 我自己入貨才能做到這個價格 我自己才能做到這個便宜的價格 如果你用英國在自己去中藥店買藥材 不是開玩笑 真的貴 除非 不過他給我 我免得說那麼多 總之是貴 一句都說了 說完了 TEMPO紙巾 這裡沒得買的 但我知道有些朋友 出來吃飯 那時候還在用TEMPO紙巾 我服了他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不是一定要用TEMPO紙巾的 真的有些人戒不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燈有沒有需要戒 接著口罩 剛剛說了 口罩 英國 即使給貴一點價錢 都是非洲製造 除非你找到一個供應 口罩不是非洲製造的 你找到便告訴我 接著 家居拖鞋 其實這裡也是這樣買的 不用在香港大 我不明白 大部分人應該都入屋捕捉鞋 所以 當地家居拖鞋 款式少 現在同意的 價錢貴 款式少價錢貴 我不知道 因為Chris 買的拖鞋 都是非洲製造的 哈哈哈哈 我不會說 都是非洲製造的 那我就說了 接著 枕油床單 枕油這裡 很多地方都可以買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叫你買 床單我已經說了 你香港買會好些 因為 質量 和方便 你在香港買方面 和質量 你的要求 我們要求的東西 應該未必會有的 那 床上用品 直接影響水面質素 尤其是枕油 買錯枕頭 隨時 頭痛 頸痛 如期花善 選下一個適合的手油 不少人會直接戴上 用開的枕油 那 如果你覺得 用開的枕油好 你就戴上開的枕油 接著 清二號 清二號 你有需要 你就覺得 買不買得太大 這裡很少有24美買的 我也很見 真的很少有這件事買的 整片都說完了 幫到你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有這麼說 有些東西我同意 有些東西不同意 有些東西不同意 衛生巾我不同意 沒有可能同意 很不容易衛生巾 可能女士會同意 哈哈 我男士來講 不同意的 錢都不用同意 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這麼說 大家可以留言 說一下你的意見 不要緊的 有五國 分享資訊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留言給讚分享 拜拜